杨超越对薛之谦获赞,遭对方眼神攻击太吓人,导演发声以热议,杨迪随后也表示,这个玩笑好坏,此时,薛之谦停下了手里的动作,一直盯着杨超越,眼神攻击对方,看着就十分慎人,事实上,几人参加节目是为了助力复工复产,天工艺性居多,薛之谦提议,加点土当重量只是在看, 开玩笑,活跃气氛而已,毕竟他在爽言爽语,也不敢在节目中公然作假,没想到,却被杨迪和杨超越你一言我一语,将薛之谦塑造成了一个反面的形象,薛之谦自然是很生气,但也有网友指出,杨超越粉丝对薛之谦不满,并不只是因为这一次,只是在这一次集中爆发了而已,在之前的节目中,大家玩猜子游戏环节时,杨超越刚好拿到了本人的名字,薛之谦不顾镜头上, 说到,要啥啥不会,让人十分的尴尬,在节目中,薛之谦还强行投喂杨超越,就连杨迪看不下去说吃不下了,薛之谦依然认为,杨超越是演出来的,说对方什么都不会, 网友们纷纷指责薛之谦行为太过,一点都不会照顾女孩子,作为工作人物,应该保持一个好的形象,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,更应该懂得如何尊重别人,薛之谦此前因为高情商备受好评,可如今却意外翻车了, 不少网友都表示,心疼杨超越,认为薛之谦做得过分,这种强行为实相骚扰,算霸凌,有病,是变态,胎里坏,的确,为了赚取收视率博眼球,综艺节目组恶意剪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 这种明显是开玩笑的话,却被剪辑成了热点话题,让一人背锅,真的是很过分了,但也有网友指出,薛之谦的话的确不合适,而且吓人的眼神也是大家有目共睹,即便节目组正常剪辑,也会被网友指责,所以导演组的这番澄清并未有什么效果,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,你觉得这个锅该由节目组背,还是薛之谦自己抗?